21号早上6点左右台铁401次泰鲁阁号列车 行进新城乡加安断时突然遭到一辆轿车 从侧面撞击导致第四节车厢凹陷 轿车车头全毁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严重伤亡 出不了解只有驾车驾驶受轻伤 送一之后呢酒车值是0.3 又是一起酒驾热的货 泰鲁阁号21号上午6点多 行进花莲嘉明平交道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冲了出来 直接撞上行进中的泰鲁阁号第四节车厢 车身跟着旋转 车头车尾全毁 列车快速通过 等到栅栏往上升 才见到有路人赶紧来关心 这使另一名热心民众赶紧上前搀扶他 避免驾驶再度发生二度伤害 就是觉得蛮惊恐的 而且很可怕 就是非常突然的 然后就有这个声音 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 夸夸夸夸夸 然后就有点觉得那个火车在撞 就感觉好像有点快要脱轨的那种感觉 然后声音很大声 在6点50几分通过嘉明平交道 那有一辆白色的公路的轿车 那游溪往东就被那个泰鲁格撞到 好像撞到车子的部位 应该是不是停在平交道上面 我们得到的那个字 那谁是感觉有撞到义务 白色轿车被撞得稀巴烂 车辆暂停在平交道边 因为是直冲闯进 并非义务卡在铁轨上 所以自动侦测系统没有发挥作用 被撞的泰鲁格当下也暂停行驶 台铁也紧急出动接驳 至于列车上没有人员受伤 而台铁在上午8点46分 将原本401车司上370多名旅客 完成接驳后继续北上 列车延误120多分钟 据了解赵氏的驾驶 当时正要开车去买早餐 误闯平交道 直接撞上行驶中的泰鲁格 人轻伤 酒厕值0.3 事故发生原因 还有相关造势责任归属 警方都还在调查厘清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